好 我们呢 刚这个机器二修开声音重启 不能刷机 不能刷机 那说明肯定是资料重要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纸条啊 小纸条 哎 好像自己又重启了啊 反正他自己又重启了 机器会重启啊 机器会重启 有时一天不重启 有时候一天重启好几次 CPU周边的电感换过啊 然后呢 开机漏裂换过优渥啊 然后就从这里锁定故障 我们就能看 开声音重启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声音 铃声 好 来了 就这么一下 灭了 重启啊 然后重启的时候声音哒哒一下 有点不对 然后呢 从这里 我们要从这个区域来考虑啊 它是修开机漏电 换过优渥之后 肯定是能够搞出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说了 这肯定是机爪子手工 肯定是手工不到位 导致优渥边上的音频 要么粘稀 要么创电啊 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马上开始整 然后刚才响铃声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没有震动啊 不知道是不是震动音频导致的 还是什么个情况 像这种二修的修出来的故障 然后他CPU边上电感也动过 那我们这种肯定不会考虑电感啊 那我们先上电看看有没有漏电 好 没有啊 没有漏电 没有漏电 然后他说之前是开机漏电 换过优渥 然后他这个是棉检 屏蔽照更换优渥的 应该是少工不到位 少发到 忏到了啊 好 从这里呢 我们能直接的看出啊 不能说 优渥是动过了 边上还有坑坑洼洼的啊 掉漆的痕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先考虑音频 看看是不是音频被弄粘锡了 还是怎么的 导致的 然后确定是不是下面粘锡啊 暴锡这种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加好松枪之后 我们把它悬空 要悬空啊 悬空拿下来 就是加多音频悬空掉下来 然后这个底角就会百分百的防衍出来 是什么问题啊 甚至是哪两个角 哪里挨到哪里 哪里创电了 会导致这个故障 也能看得到 指缝 我们风枪尽量贴近一点 掉下的瞬间 马上收风枪 好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下面没有粘点 没有任何粘点 那我再看下一个 那这种的就有可能是静汉有了啊 有可能静汉有了也会 好 两个音频都非常好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往安装 直接往安装 然后像这种的 开机漏电换优惑的 然后他去动CPU照片电感 那真的是方向一点也不都要 我们动CPU照片的电感 是不是说说这个重摔的 换屏的这种机器 我们去动 那是说了过去的 你说这个充电充坏的 开机漏电换优惑的机器 修出其他问题的啊 也不考虑自己动过的地方 你去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然后这种呢 就是没有灵魂 没有任何灵魂的维修 不带灵魂呢 好 散电 散电是为了看我们上好 有没有上好音频 等一下有没有漏电 有没有打表这种呢 开机 如果这个是他用焊油导致的干扰 那肯定是信号干扰 肯定不是 纯粹电与电 就是电之间的那个干扰 那如果电与电之间的干扰 肯定是会有漏电的啊 是会有漏电的啊 但是他没有漏电 那肯定是信号干扰 干扰到音频的总线啊 这种呢 也会 就是原有一点音频 总线啊 1.8的 然后其他的 主供电上面的电 干扰过去的这种 然后他不会产生任何负载 所以他不会漏电 好 全部正常 那肯定就是焊油流进去了 好 再见